早安 YouTube,我是豆腐 早安 YouTube,豆腐 我是一個日文老師 在這個頻道當中 我會用簡單可愛的小動畫 分享初學者也能瞄懂的日文知識 因為有一些新同學陸陸續續的進來頻道學習 就跟大學的教室一樣 有些人會來,有些人不會來 有些人會遲到,有些人會找到 所以之後等於每一支影片都會講一下定位 這個頻道是用系統化的方式去教日文 文法順序是參考初學者的聖經 《大家的日本語》這本書的 內容則是我自己原創的 所以說只要從最以前的影片開始 就是最簡單的 如果還是不知道,那就點播放清單 有說零基礎要看什麼 會五十音之後要看什麼 五十音會之後要看什麼 每一部你都完全會的話 理論上就能建立起穩固的基礎 因為這是我身為多年的日文學習者 並教過一些人成功考過N5到N1 超過三千堂克的經驗分享 而藍色標題系列的 是我重置以前的版本 並且會在標題上寫上數字 像這次的28 就是你只要無腦從1開始看 那就會一直陸陸續續的進步 公佈上次的解答 半座音總共有幾個字 只有五個字 分別是 パ、ピ、プ、ペ、ポ 寶可夢的日文是 ポケモン 寶可夢的日文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波音 也有人叫它鼻音 這個字是我們背五十音的時候 背到最後的 的最後那個狗叫聲 的那個鼻音 羅馬拼音N N不屬於任何一行 或者是段 是一個獨立的音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 它都是搭配在其他音的後面 並且聽起來 是跟前面的音連在一起的 概念上跟長音類似 比如說 日本人要加油打氣的時候 會喊 A A O 這個E跟那條橫線 都是長音 而我們把這些長音 都換成波音 就會變成 N N O 聽起來也是連在一起 只是變成鼻音了 原理就是這樣 我們來看 實際有用到波音的單字 鉛筆 是鉛筆 漢字也是鉛筆 みんな 大家 大家的日本語 みんなの日本語 就是用這個字 另外 みなさん 是比較正式的大家的講法 上台報告的時候可以用 天気 天氣的意思 要注意日文漢字的 氣的寫法跟中文不同 きんんん 禁焉的意思 這個的話漢字就跟中文一樣 所以我們要小心的是 有時候日文漢字跟中文一樣 有時候又不一樣 就是跟新聞媒體一樣 有時候是真的 有時候是假的 有時候只報導片段 所以要自己去查證 不要被自己過去的思想囚禁 才是找到真理的方式 這次的練習 大家的講法有兩種 是哪兩個呢 請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 你對這個頻道有什麼想法或是意見 也歡迎提出 謝謝你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關於學習日本的訣竅 請一定要按讚訂閱小鈴鐺我的頻道 這可以讓我更有動力繼續製作新內容 我是藤原豆腐 で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